李燕再婚才半个月 惊喊得来不易的幸福 只能配合演出 八点当女神李燕在本月16日闪电宣布再婚 对象是大他七岁的事业 伙伴心电成大嫂成茂容 虽然两人都是再婚 但小两口互动根本甜到出之 不过李燕RG却颇文 为了这段得来不易的幸福 我也只能配合演出了 看了让人紧张 但其实是她在窥汪要求自己拍女鬼照 李燕30月在RG透露 老公以前都是帮她拍女神 照现在就叫我站过去一点 站在光的前面 来点恐怖的表情 拍女鬼照 氛围感瞬间变调 面对另一半的特殊要求 李燕还开玩笑说 为了这段得来不易的幸福 我也只能配合演出了 文物还标记老公的账号 李燕亏汪间放闪 逗得凌文一直呼 我只能说姐夫是真爱了 李燕还贴出四个哭笑 不得的贴图 网友也留言 现在只能走谐心路线了 但 是美美的谐心 哈哈哈哈 姐夫真的很想贵榴莲的样子 在爱人面前可没形象 才是真爱 有人则直呼这是惊悚这了 还调出李燕回应 不容易啊 41岁李燕与陈茂荣 曾工作伙伴变爱人 两人相视18年 交往近一年 决定携手共度下半辈子 李燕夸老公个性成熟稳重 是有责任感 有肩膀的男人 至于是否计划生小孩 他表示应该没有 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的事 不过他没有把话说死 就怕之后自打脸 感谢您收看Mo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